台北市一对夫妻昨天下午两点多到阳明山登山健行 准备从10T领步到下山时遇上6只野牛 两人不知所措 只好打电话通知国家公园管理处请求协助 消防队赶紧到现场为民服务将牛群驱离步道 驻驻照片在网路上疯传引发热议 管理处证实此事表示很少见到大批牛群靠近游客 也感谢警消救援让他们顺利下山回家 管理处表示当时在阳明山的顶山时T领步到网上约600公尺处 游客被6只野牛挡住 两人担心被攻击 于是打电话请求协助 因为之前曾发生过游客想跟水牛合照 却被水牛高速冲撞的意外 他们也不敢忽视 赶紧打电话到消防局请求支援 这件未明服务案件也引发热议 不少紧一销转贴照片 认为这样的案件不该由消防队处理 显然是浪费国家救灾资源和人力的行为 往后若发生类似案件是否也该由消防员前往处理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附近是野草丛生的山坡 天后不佳 夫妻粮请求紧销协助并不过分 台北市一对夫妻昨天下午2点多到阳明山登山建勤 准备从10踢领步到下山时遇上6只野牛 记着其手遇翻射 分享 台北市一对夫妻昨天下午2点多到阳明山登山建勤 准备从10踢领步到下山时遇上6只野牛 记着其手遇翻射 分享